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说他就大概就是 就是他也可能没办法自主说 他不要流血或这种气息 我在想是这样子 我觉得同意的说法 谢谢 钟丽怎么了 我碰到这个灵异的事情 是发生在民国七十一年 七八月的时候 是暑假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在读高中二年级 那我大妹她有一个朋友 非常要好 然后也时常来我们家 来我们家玩 那后来呢 就是说她也常来找我妹妹 然后也找我妈妈 那时候要打毛线衣 那我听我妹讲是说 她那时候有认识一个男朋友 这样子 她打这毛衣 毛线衣是要送给她的男朋友 这样子 结果呢 就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那她就 我就听到我妹讲是说 这个女孩子啊 就跳楼自杀死掉了 对 跳楼自杀死掉了 她说 她为什么 那我想说可能就是 可能就是 因为她本身有先进性的疾病嘛 那就是说得到那阳电工人的疾病 对 然后就 她就 就可能是产生厌世的念头 也可能是跟感情这方面有关系 那我现在说我碰到的是这样子 那 那天大概是 我在 我那天在我家楼上二楼 在洗头 这样子 那大概是晚上十点多左右 然后 我在洗着洗着洗着的时候 就突然之间 奇怪 怎么感觉到背后 有 就是左后方大概有人在 一直在看着我 这样子 然后我就心里 我就 后来我就用我的眼角的余光 就往后这样看 就看没有人 没有人 然后我就 又抬起头 就看那镜子 又没有人 然后我想说 我就心里想说 可能是我在多心吧 这样子 然后我就继续在洗着头 这洗着洗着 奇怪 我的背后 这个感觉到背后 还是有一个人啊 在看着我这样子 一直在看着我 然后我就 当时我就还是用我的眼角的余光 又再往后看一下 然后看了以后 没有人 然后我再抬头 再看那个镜子 再看那镜子 就看镜子 没有人 这样子 然后我就 然后我就赶快 我就拿 就赶快就冲水 把头就冲一冲 这样子 然后我眼睛一闭着之后 他冥冥之中 就在我脑海子里面 就浮现我妹 他那朋友的那个脸 我当时我就 这个毛也竖了起来 他就 就打散了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赶快就 这个拿着那毛巾 就把这头给包起来 这样包了一下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着那镜子 然后又往后再看一下 没有人 没有人 当我就 我就 就这个走出来 从浴室上走出来 因为我那房 我那走出来的时候 是一个房间 房间一个转角 就一走出来一看 在我这个房间 转角那地方 突然有个白色的那个背影 白色的一个 一个背影这样子 然后是白色青山这样飘了过去 就跟那电影那种奇迹 电影的那个影像一样 一个白色穿着背影 这样飘了过去 我当时我看了一下 我不会害怕 当时也不会很害怕 我就 赶快就往前跑过去 往前跑过去以后 就一看 没有人啊 然后我就去往我妈 我妈的房间里面 跑过 那我当时我想说 可能是我妹妹 在调皮吧 这样子 因为我妹妹那时候大概是国小 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这样子 因为她蛮调皮的 然后我就跑我妈的房间里面去 我一看 我说妹妹妹妹妹妹 就没有回声 也没有声音这样子 然后我就看到 我想说 可能是躲到我妈的床铺底下 因为我以前早就这样早 这样子 我想躲到床铺底下 结果我就把我妈的床 传单就一拉起来一看 没有 没有 然后我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我当时 我当时就在那边认了一下 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说 我当时我看的那个背影 是蛮高的 那个白色那青纱 那背影是蛮高的 高度蛮高的 而且我当时在看到的时候 我追过去的时候 也没有那个脚步伸 那我想说 不可能是我妹妹 这样子 但是当时我就认了一下 我就毛啊 汉毛这个都竖了起来 然后这个脚底下 就一直冷 冷到头皮上来 然后我就 我就赶快就 跑了 就跑了 往一楼底下跑了 跑下去的时候 我就跟我妈讲 我说妈 我刚才看到一个白色的那个 穿了一个青纱的背影 从我的眼前 慢慢就飘了过去 这样子 我妈想说你乱讲 我们家有神明怎么可能 这样子 那我当时 后来我还是想说 我还是坚持 我说我有什么看到 这样子 然后之后我再跟我妹妹 在讲这个事情 然后算一算 结果我说 这刚好是她的朋友 七七四十九年 灰魂的日子 然后事隔多年之后 事隔多年之后 那我看到这个玫瑰之夜 这个鬼话的一篇 我在跟我妹妹 在聊起那一段 那件事情的时候 我妹讲说 她 在她这个朋友 还没 这个跳楼自杀之前的时候 她就 她有的 前一天她就做梦 就梦到她的那个朋友 来找她 她来找她 这样子 然后我妹就说 她是穿 她在梦里面 她是穿白色的衣服 白色的衣服 然后就一直 就 就站在我们家门口 这样子 然后我妹就说 就看到她说 你进来啊 你进来啊 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她就想说 我不敢进来 这样子 然后两眼就那种 眼神就很呆滞 这样子 很可怕这样子 然后就 她就 然后我妹一直叫她进来 她说还是不进来 都不敢进来 然后我妹就说 你为什么不进来呢 她就想说 因为她说 我们家有神明啊 不敢 所以不能进来 这样子 那我妹就说 没关系啊 我带你进来啊 结果她就笑一笑 就看着我妹这样子 她说不要 我还是不要吧 她就这样子转身就走 这样子 其实我 我真的也蛮相信的 因为像我们店里 以前那个 有一个服务生 他们家也是 就是说她常在家里的时候 她老是 因为她不想住在家里 为什么她老是觉得家里好像 怪怪的就对了 不想到那种感觉 就好像说不出来 那但是那是好像她 跟我讲的时候 是去年七月半那个时间 就是说她有一天晚上 她在睡觉的时候 好像那天 可能是又有点睡不好 睡不 有的时候人就是睡 睡不是睡眠不是很好 的话就会好像半醒半睡的 那种状态之下 然后后来她就晚上睡睡睡 睡不着 然后后来她就跑到客厅去睡 正在她也是半睡半醒的那个时间 她就看到一个影子 像一个 就像 但是她看到的那个影子 是绿色的影子 就像一个人的那种形状的影子 她一看到她吓一跳 就广告把被子给她遮住 遮住的时候 她在看的时候 没了 不见了 其实她好像频率是对上了 你要怎么都没办法 对 好像刚刚谢先生 她是闭上眼睛才看得到 睁开眼睛反而看不到了 所以真的要看到的时候 你要盖被子什么 好像都没什么用 没用 对 也许是拜拜神 拜拜神 因为很多时候去拜拜的时候 有些庙桌或什么 叫你吃香灰 吃香灰有用吗 有些中国人很流行这一套 我想 尤其乡下特别的流行这一套 我想要是感冒 不给医生看 就是吃香灰 吃香灰到底是怎么样 今天尤子怡说 你有吃过吗 我 我等一下再告诉你 我等一下尤子怡说 对天神的态度 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虔诚的信心 只要有诚心正念 神明自然会及时降临在你的身边 解救危难 一般来说 神不会轻易给人开药治病 大部分是从精神上给予协助治疗 宗教上的香灰 虽然可以变化成仙丹妙药 但是原则上香灰不是药 也是不能够治病的 而且不好的香 香灰里不但容易产生细菌 若是被不肖伤人 残入其他不利人体的成分 病人吃了不但无益 反而会更加危害健康 因此人生病的时候 最好的方式就是精神上 请神帮忙治疗 但身体的病痛方面毫无疑问的 是一定要请医院的医生帮忙治病的 这个我很担心 就怕撑到什么西药的情分 对啊... 除了香灰以外 有时候还会有人说要吃福 福怎么吃就这样了 你怎么这样吃啊 吃福啊... 我吃过 真的 还蘸酱油耶 不是 是的 这个不是说告诉他怎么吃福啊 是说 以前啊... 大家讲一讲没关系嘛 就是福啊烧了 快烧进的时候 赶快弄到一碗水里面去 就那灰烬黏在... 跟那个水一起 不用喝又不用 就这样很自然的 然后烧在里面 然后喝三小口 然后水啊... 前三... 后三... 要走到没关系 要到顶口端... 要这样跳一下 没有... 这是我小时候常常会... 麻烦这种做法 那其实...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 其实只求一个心安吧 就象征的 象征心 不过我觉得最有效应该是 心存正念 多行善事 对... 谢谢两位光临啊 谢谢 告诉我们的故事 谢谢阿里 谢谢... 大家都喜欢 鬼话连篇下次再见 鬼话连篇下次再见 我就看见了 就看见我的祖父啊... 在那个... 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 暖风港里啊... 在生机房里 在那个地方... 暖风港里 就在那里走走走 从下周六开始 鬼话连篇 将与您一起分享许多大陆当地居民所遭遇难以解释的奇特经验 并且邀请您同游鬼城 樱桃地层 樱桃地层